來到淡水公園化公墓 可以看見已經有民眾提前來掃墓了 我為了要提供民眾服務 清明連假期間 淡水消防隊也會到這裡來注點 除了趁機做防火宣導之外 更免費提供民眾工具的借用 希望可以藉此推廣消防常識 就是從明天開始就是清明連假 就是在四五六這三天 我們淡水消防隊會駐守在淡水示範公墓 然後現場會提供水袋 就是提供民眾在燒完紙前之後 可以提水做滅火動作 然後你在這裡呼籲大家 就是清明慎中追遠的時候 也不要忘記用火的安全 除此之外 針對一般民眾要到公墓去掃墓 今年消防隊也特別推出了 四步二記得的貼心提醒 提醒民眾 雜草不亂燒 煙蒂不亂丟 名指不飛揚 爆竹不燃放 以及記得要滅於禁 和記得收垃圾 提醒大家在掃墓期間 除了要注意用火 更要保持公德心 一起來維護環境 我們今年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針對今年的清明節防火部分 我們提出了四步二記得 然後四步的部分就是 雜草不亂燒 煙蒂不亂丟 爆竹不燃放 還有禁止不飛揚 然後另外二記得的部分 就是請大家記得滅於禁 還有記得收垃圾 這樣除了可以降低火災的發生 也可以維護環境的整潔 為了要預防在清明廉假期間 因為掃墓而造成的山林火警 消防隊無不繃緊神經 但也希望透過簡單 容易記得口號來宣導 讓民眾在掃墓時 能夠格外小心 避免意外發生 記得陳柏惟淡水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